如果這些事情 我們這些認識神 跟已經被點燃的人不去做 那還有誰可以來做 那時候我本來一開始很抗拒參加 因為我覺得 其實那個時候 大概距離現在有半年多前吧 那個時候我對校園 實在的還沒有很大的負擔 就覺得 雖然我是從 我是在校園被帶起來的 包括從大衣經常人信徒 可是我覺得 我就想要有這份愛 跟認識這位置 我就覺得很棒 可是我沒有想要 把我得到的給出去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對校園 真的沒有很大的負擔 我就覺得青年特會好像是要給 對校園有負擔的人去參加 那我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 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 轉變我個人的生命 跟轉變我對校園的態度 實在那個特會 比較多 真的是被點燃對校園的渴望 就真的發現到 我是一個 很自私的人 我記得文華哥 有一場信息 他就是要呼召對校園 真的渴望 對校園 還不認識神戀師上的靈魂 真的很渴望 為他們斷開鎖鏈 那一場信息我真的得到 很大 心中的火很大被點燃 包括現在我對我的同學 對校園 對祭壇 對社團 我都想要繼續下去 所以其實我畢業之後 我想要繼續問這個校園的渴望